这款游戏能让你穿越进各种恐怖电影 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在怪物或者凶手的袭击下 滑下来并掉它出真相 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来到今天的游戏 鬼市电影院 品味各式的游戏讲述精彩故事 大家好,我是山盟大树 今天带来的游戏非常有意思 我们操作的角色 有点像无限恐怖的男主角那种 能在这个电影院里 穿越进各种恐怖电影 由于我是第一次玩 便认识选了两性难度的血色影帝 打算先练练手 结果 这游戏也太银河了吧 这次穿越的电影 原型应该是知名恐怖编 黑色星期五的第一部 也就是经典杀人魔 杰森诞生的电影 刚进入游戏不久 并没有给任何提示 不过好像可以和所有东西互动 包括 人 好家伙 挺会玩啊 不过我要干啥呢 诶 门竟然是可以被打开的 里面是不是有线索 怎么有个男的在 先不管他了 快看看有啥东西呗 我去山上找离开了办法了 瑞克 莫非 是这个人 好家伙 这是去找离开的办法 还是去找死啊 都变成这样了 诶不行 我得找点东西武装一下自己 这种看得像仓库一样的地方 肯定有宝贝 诶 这是个啥呀 好像是老虎钱 这啥用呢 我去 我的斧都还在里面 不过 这是我自己放的东西 踩上去应该没事吧 应该吧 应该吧 别认了 别认了我 还好问题不大 只是看着吓人 但是并不影响我寻找线索 诶 嘿嘿 多半和地无人格一样 是个逃生地下室 我果然还是太低估自己了 两性难度确实不够看啊 走路 我去 啊 救命啊 猴又死了 诶 莫皇莫皇 这游戏能切换其他角色继续玩 切换这个吉他手吧 嗯 拿个啥武器呢 嗯 啊 就这吧 我去 怎么断球都死完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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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拼了 啊 我完全打不过呀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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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 狗东西 这次我给你弄个好玩的 直接夹死你丫的 哎 忘冲斧头开门了 对对 我的夹子怎么放 直接按下 破夹 破夹子 给你滚 我不要你了 這是啥 踩一下看看 有聲音 是來支援了嗎 我去天外飛鮮 走位走位回手套 哎呀 根本打不過呀 救命呀 回手套 漂亮 再來 挨打後為什麼會掉武器啊 哎不動 哎呀 可惡這麼多敵人怎麼玩呀 哎真的 我想到了個辦法 這遊戲劇情肯定和電影風格一樣 為什麼地下室有一個敵人 說明他們不是一伙的 我只需要把外面的隊友先藏起來 然後激活天外飛鮮 再去地下室把怪物放出來再躲起來 讓他們指向殘殺幾個 哈哈我簡直太聰明了 我去怎麼全死了 難道外面的怪物 是一伙的 救命呀 小伙伴們這關咋過呀 好啦本期視頻也就到此為止了 該遊戲也有手機版 喜歡的話可以自行下載 喜歡視頻的話 只有長按點贊支持一波 那麼我們下期再見咯 2 1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